东森新闻直播 以下是东森新闻直播的搜寻结果 太酷了吧 结合AI 现在看电视要转台 直接动口不动手 还可以操控所有电视功能 不过更酷的还有这个 随便横上一段旋律 不管有没有走音 只要对着电视唱 这台AI电视就可以马上帮你搜寻辩试歌曲 LG把AI晶片放进电视里 除了用在语音 影像上的应用更猛 选几张照片 AI电视就可以透过数据资料 帮你改变色调 也会根据外在环境做改变 更厉害的是 这个AI还可以客制化 它是透过大数据 有8500万个资料库 里面来去让消费者 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它自己客制化 不止LG 三星也大修新的AI电视 有多厉害 古老画质的影片投射进来 能够马上变8K 其实透过画面上画质的差别 就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差异 现在只要透过AI的帮助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讯号来源 都可以让你的画面影像 秒变8K 拉近画面仔细看 画面从原本看起来不不 变得连毛孔都看得超清楚 原来就是因为有AI的自动侦测 跟电视内建的AI动态捕捉技术 就可以轻松识别荧幕里的影像 如果用运动比赛来看就更明显了 足球的形状 进球的瞬间 全都一清二楚 例如运动赛事开流效果 当你开动画片的时候 反而会有残疑的情况 那在运用AI技术之后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其实是针对你的内容 去做实时的侦测 去做最佳化 那主要就是在新技术 我觉得落地应用上面 电视虽然是蛮有感的 科技越来越进步 过去AIPC应用已经不稀奇 现在已经正式来到AITV的时代 各大厂也卯足全力 要把最厉害的AI技术 放进视力 动物三台新闻 王家红张云军台北采访报道